根據私家車那邊的說法 電單車就沖紅燈向右轉 電單車撞在私家車的右邊車身上 你有沒有想過 私家車車身上的那條電單車痕 可以是頭輪造成, 尾輪都可以 電單車就停在紅燈上 私家車來到, 不止沒有停車 還撞在電單車的車尾 那時候電單車的車頭 向右傾側, 約120度 之後私家車也沒有停車 再撞在電單車的車尾 所以電單車的軚痕 就留在私家車的右邊車身上 陳Sir, 拖步追斷 這裡第一案發現場 死者被人打了兩槍 一槍額頭, 一槍心某 還發現兩個彈殼, 還有一顆彈頭 又是熱門牌子 中國五四式紅星手槍 這種五四式手槍 基本上源於蘇聯的 托卡洛夫雙T雙C型號的手槍 口徑是7.62mm 槍身的長度是196mm 重量是0.83kg Peter, 我問你 兇手當時的位置應該站在這裡 他很近距離地向死者開槍 子彈就貫穿了死者的身體射出來 由於胸口受動壓力 身體一定向前傾 於是槍手就在死者額頭補了很多槍 由於身體向前傾了 角度的問題 那顆子彈一定是留在死者的體內 對, 到這個時候 就要麻煩法醫官在死者的體內 拿一顆板頭給我對一對 那些來幅線 看看是不是跟一支槍發射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客人暈倒了之後 整個賭場的人都在留意這個客人 唯獨是這八個人 我本來也不認得戴眼鏡這個客人 因為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他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市井之徒 但是你看他今天穿得 新光頸漂亮, 還拿著這麼多錢來賭 如果他真的這麼有錢 就不用賭得這麼害羞 而且還怕得心臟病發 幸好他的心臟病發 不然我也會留意這八個人 我看了很多帶 終於讓我看到他們出籤的手法 只要DNA出信 令同桌的客人輸 就可以左手收籌碼, 右手代錢留個袋 這種出籤的手法很高明 正常來說一個人拿著刀 怎麼可能成九十度插自己的背部 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那天我們發症在採症的時候 曾經發現一條染了血的臉真毛巾 譚偉聲就用毛巾包著刀柄 然後就把刀固定在兩個櫃中間 然後就想借力這樣插傷自己 但如果真的這樣插傷自己的話 你就等毛自殺了嗎? 沒錯, 正常來說 一個人是沒理由這麼笨的 除非當時發生了什麼意外呢? 譚偉聲的案發當日 是穿著一雙皮底鞋 而這些就是防火的地磚 如果這些磚面上有血跡 又或者踩到什麼呢? 就會很善良的 就會在搖滾 吃 吃